上节我们讲了自修修正的过程 知子定静安律德 这个历程跟禅修的子光 以及佛教讲的定静慧是一样的 而大学成书的时候 佛法还没有传入中国 所以在佛法传入中国之前 我们的文化中早就有了修正 静性的具体方法 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本来就有这个基础 所以佛法传入中国之后 可以很快深入人心 开花结果人才辈出 而且结果呢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越来越不了解了 越来越没有自信 甚至现在很多学佛的人说 我们文化中的代表 儒家道家不属于解脱道 不能够明心尽性 以及是不能够超出六道轮回 这真是无知 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 都强调自修自证自解脱 儒家更是强调入世济世平天下 张宰的为往生即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不真是菩萨的发心吗 也即是上求无上佛道 下话无病众生 我说了这么多 又拿佛家出来做对比 并不是要拿佛家 跟我们本土文化比个高低 而是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传统文化跟佛法 一样云满 一样透彻 慈悲与智慧 跟佛法不差丝毫 请大家对自己的文化 充满信心和自豪 很可惜世人都缺少了自修自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心里没有道 而又迷恋在树上 都去网络群树去了 得把世界玩得一团糟的时候 再去怪罪我们的文化 说它是封禁迷信 是糟粕 而大道是不可能被打倒的 因为它是智慧的光芒 可以穿越时空 历久迷信